哈喽,大家好,李老师 这个video呢,我们将会讨论第三个 所以这个 问题呢,我相信你们从小学 就有读到啦,直到中学 在你们的PJPK里面是有读到的 所以老师在这里呢,就 不会每一个都讨论,我只是讨论几个时常发生的 第一个就是conflict 朋友跟朋友之间,跟家庭的conflict 纪纷,stress,压力 然后可骂罕汉,生气 然后还有那个despress 就是那个忧郁,忧郁症 这三个,然后我们也会讨论到一些方法 到底要可以怎样处理这些问题 所以老师的读里面呢,是给你们 那个一个stress的 stress stress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会讨论我们对自己没有安全感 或者是对自己的期望太高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可能跟家庭有纠纷 然后第三是 工作的压力,或者是跟同事一些相处上的问题 然后你stress的一些symptom,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泪啊,头痛啊,很快生气这样子啦 都是一些stress的一些symptom来的 OK,安冒干这个东西 OK,10B 就是brashuku 我们要感恩 感恩我们可以有15次在 医保没有天灾那些 然后我们bnafaz跟terato 有时候我们要喘气 bicharadiri 之后一个检讨自己跟自己内心的讲话 bariibadat OK,我们可以去运动啊,休息啊 还是啊,自己做自己的一些事情 bkongsi prasan 跟人家讲出来你的一些感受 barihad,休息 然后,们听到音乐 bariada bersenam,运动一下 apa yang harus anda lakukan apabila marah 首先我们要冷静,深呼吸 然后慢慢地呼出来 然后我们要知道到底它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办法 那时候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处理到那个问题 你就快快离开那个地方 我觉得是很好的啦 如果你对某个人生气啊 before你要打他 或者是要骂出来的时候呢 你先去离开那个 我觉得你先去离开那个地方啦 然后你给自己冷静一下 或者是bibinjan跟kelwa gandab 可以跟家庭成员讨论一下你的一些问题 这样子都可以处理一下 如果你生气的 OK,来我们看一下几个video啦 我们先看一下conflict和stress的video 希望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两个情况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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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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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